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嘿我是保羅大家好久不見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我剛才下載了一份 那個Nopomino 然後我要來把它 設定成我平常習慣 使用的方式 那我們在設定的時候我就可以談談 就是 各個選項的意思 怎麼設定之類的 好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 這個螢幕太小了 我要把它弄大一點 好所以我們到這裡options 選項 選項裡面的general options 好 它有三頁 那我知道它在最下面 所以我就按上來到第三頁 好所以Screen Size 螢幕的大小我看設1024x768 好了 好那我設了以後 等一下 它這裡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第二頁有一個全螢幕 可是它不建議用全螢幕 這邊下面寫說它不建議用全螢幕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也沒有在用 所以好 這個設定好以後 按Enter 它就會 回到上頁儲存了 不過我要重新 啟動它才會生效 好所以這是1024x768 這個在幹嘛 收起來 好所以 好那螢幕大了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來講一下general options 裡面的東西好了 好所以我 有這個不喜歡的事情 就是它聲音實在是太大了 好所以我把這兩個聲量把它轉小一點 按 用左右鍵就可以調整 那你按住A的話 A鍵的話它會錄比較快 像這樣 我調到15%好了 好 好 要不要顯示背景 要不要顯示爆炸的特效 那個我老眼睛受不了 算了 不要特效 這是特效的速度 好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是 預覽方塊的出現的位置 它預設是在那個 遊戲區域上方 給大家看一下 好 聲音小掉了 我們用在練習模式看看 好 所以你看它那個顯示在下面這樣一排 老實說是不太習慣了 好我要把它弄成在右邊 而且很大 好 所以它有這幾種 有三種 我要用這個side big 好 然後 所以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右邊有沒有 這樣子很清楚 好 我喜歡 好 所以general options 還有哪些東西 像是要不要顯示 FPS 然後其他一些 效能上面的東西 我覺得就 一般是不用去動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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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突然下雨了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聲音 好 我們下一個是討論 這個 什麼是 Rule Rule 這個東西在Norpomino裡面很重要 這個Rule select 選擇規則 好 那它 其他三個不要管它 我們就看第一個Tetromino Rule 如果是你要使用的遊戲規則 那遊戲規則裡面包含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你現在看到這裡有非常非常多的Rule 好 什麼 Classic 好 什麼Nintendo 好 我們一般 我們玩這個 TBR 好 那邊出來的 都是 會比較習慣Standard 這個 這些標準模式 一般會常用的是 大概是這兩個 Fast 跟FastB 還有 StandardFriends 可能會用 StandardPlus 跟StandardZero 好 這幾個是 一般 唯一會用到的 規則 就是這幾個 好 那 我現在選StandardZero 這是我習慣的規則 那 那個Rule 這個Rule裡面到底包含了哪些東西呢 好 來我們來看 好 我們來看那個 Nopomino檔案夾裡面 好 我是在Mac底下 不過 你在Windows底下也會找到 這些東西 好 那 是在 Resource 不是 在Config OK 它有一個檔案夾 這個檔案夾裡面 就是 所有的 呃 規則檔 那我們來 開一個看看 好 這其實就是文字檔 你可以自己編輯 那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好 那那個文字檔比較難 這個 看出來是做什麼嘛 好 沒關係 所以 Nopomino檔 底下也有一個 這個Rule Editor 你可以自己做 自己寫一個規則 然後把它丟到那個檔案夾去 這樣你就可以 可以回來 遊戲裡面選它用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 Rule Editor 好 Rule Editor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開一個 開那個 我現在要用的Standard Zero好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規則有沒有到底包含什麼東西呢 它包含 預覽 幾個預覽 好 呃 呃 預設的 樣式 好 這個 這個不一定要用它的 好 不過如果你有 什麼喜歡的 你可以來這邊 做一個自己的 呃 自己的規則 然後選 你喜歡的樣式 好 那這個 有沒有鬼影 好 然後 出方塊的順序是用哪一種方法 遊戲區域的大小 寬 高 好 呃 一些 出局條件的設定 有沒有保留 然後 能不能 Hot Drop Soft Drop會怎麼樣 之類的 好 Soft Drop的速度 旋轉的規則 有沒有踢牆 好 踢牆的系統是哪一個 好 有沒有 這個這個真的是 包含的範圍非常廣 好 這個鎖定的速度 呃 這個跳過 先不談 呃 這個 左右橫移的各種 很細的規定 好 還有這個 方塊出現時的位置 還有這個 方向 還有每一種方塊的顏色 好 因為這個什麼 你知道 I是淡藍色 O是黃色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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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S的 顏色 SRS的規則 那 ARS的話 就有自己不一樣的一套顏色系統 好 所以 好 所以這就是弱 好 選 所以你有時候有一些 在其他地方選不到的東西 好 像是 鬼影要關掉 有些人想要試著把影子關掉 好 不知道怎麼關 就是要來 只能來這裡你要 創一個新的規則 好 才可以把它關掉 好 那有一些人 說 我是玩PerfectClear的 好 我玩PC的 然後 我想要看很多很多 preview 你可以來這邊改 你可以改成十個以上 都沒有問題 好 你要考驗自己把它改成一個 還是零個 之類的都可以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 然後就是 RuleSelect 好 這裡選的如果不是你每一次玩的時候 都要用的 你開始以後 進到任何一個模式裡面 像是我現在進到練習模式裡面 它第一個選項就是要你選 Rule 好 那它會有給你幾個建議的Rule 你都不要用的話 你就用 你就選第一個選項 CurrentRule CurrentRule的話就是會選 你剛才在選項裡面選的那一個 好 就是這個裡面 這個RuleSelect裡面 你選了什麼 那 CurrentRule就是它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規則 好 所以剛才說 常用的 大概是FastB 呃 StandardPlus StandardZero 那它們差在哪裡呢 我覺得一般 能看得到的不同 就只有在 SoftDrop 那個 那個 SoftDrop的速度 就是這個 輕放的速度 那 像是 Zero的話 它是立即的 也就是說我按下的時候 它會 馬上 著地 我還可以動 它不會鎖死 可是會 就是會馬上著地 像這樣 好 我按下 它就馬上會著地 呃 那其他的話 那可能就是 有快慢的不同 像是 我用 Fast 呃 CenterFastB 好了 齁 那你再看 我按下的時候 首先你注意到的是 它那個方塊樣式不同 那 我按下的時候 它是 看得到的這樣子 有速度的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呃 要在 要在 如果裡面才可以換的 的選項之一 好 所以 那我們既然談到這個下降速度了 那我們就 呃 好 剛好就來談 嗯 好 首先是那個方塊樣式 每一個如果都有自己的樣式 可是你也可以不要用 如果裡面的樣式 好 這個 我先把它選回來 我要 我要用那個快速的 ZERO 好 所以 呃 應該是在 GAME 2裡面 對 這個Block Skin是 方塊樣式 方塊用式 Auto的話 它就會用 如果裡面規定的樣式 可是你也可以自己選 好 你喜歡哪一種用式 你自己選 我是習慣用14 我就過定用14 好 所以 欸 好 如果選好了 螢幕調好了 哦 對 好 所以按鍵設定 我們來設定我們的按鍵 Keyboard Settings 好 所以這裡呢 就是 啊 一 就是你要選 你要換哪一個你就 在那裡按Enter 然後按你要用的鍵 好 很簡單齁 那我先 那我先 我先調一下 好 所以比較奇怪的地方 是 欸 是在 OK 這裡 UP UP是Hard Drop 縱放 是馬上 馬上鎖定的那個縱放 這就好像那個 那種 呃 PS3啊 還是什麼 那種 呃 用把手玩的Tedges 他們會用上來Hard Drop 那我是用 U啦 好 那個 Down Left Right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是 A B C A B C 都是旋轉鍵 那 預設的呢 A跟C是左轉 然後 B是右轉 所以你可以有兩個一個方向的旋轉 然後 一個 另一個方向的旋轉 呵 好像說到Coline喔 我是說 像是你可以 設兩個左轉鍵跟一個右轉鍵 要不然 你可以設兩個右轉鍵跟一個左轉鍵 那我現在預設的都是兩左一右 A跟C是左 B是右 好 那那個 好我們調好以後就Save 我要跟你講的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那個選項 回到GameTuning 這裡有A Button Rotate Left跟Right Auto 好 所以這裡是說呢 剛才說 A跟C是左轉 B是右轉對不對 如果你在這邊換成Right的話 那就變成A跟C是右轉 B是左轉 如果有些人那個 玩TB齁 習慣兩個右轉鍵的 用上跟X之類的 好 那你就要來這裡把它改成Right 然後 你就可以設兩個右轉鍵 好 好 所以鍵盤設好了 那 好 所以是現在要來設的是 左右橫移的速度 Tuning Tuning GameTuning 好 所以GameTuning這裡面有三個東西 就是 左右橫移嘛 剛才說 剛才說下降是在Rule裡面選的 好 那 左右橫移的話在這裡選 這個DAS 好 DAS是那個DelayAutoShift DelayAutoShift 的那個鎖寫 那 一般呢 為什麼有Min跟Max 好像是因為有一些模式 它是 橫移的速度也會跟著等幾遍 那我們 通常都是設成一樣的數字啦 那 一般 快的 數字越 越小越快 那我來設個 7好了 好 然後這個 我習慣是0 好 所以這邊哈 這兩個數字呢 DAS的 數字的意思是 你按下多久以後 它才開始衝 好 那開始衝的動作就叫做DAS 好 所以什麼 DAS的之前的延遲時間 然後 DASDelay呢 指的是 開始衝的時候的速度 好 所以我現在把 先把東西都設大一點 示範給大家 大家看好了 好 把它設成30 然後 這設成10 好 所以 這些 喔對 這些數字的單位是 那個 Frames 也就是 差不多 60分之1秒 如果你 真的有興趣的話 這比較細的 細節就是 它的每一個數字 代表的就是 延遲的 的 frames 數 多少個 60分之1秒 呃 好 所以 剛才說就是 我按住 呃 呃 呃 我按住 那個 左 它會 停下 然後開始跑跑跑跑跑 它會停下 跑跑跑跑跑 所以那個停下的時間 這邊是 剛才說那兩個 min-dust-max-dust 然後那個跑的速度 p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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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速度是第二個數字 那個 那個 dust-delay 好 所以說 好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數字設小一點 好 設成1好了 那它 那個 就會 跑的比較快 好 它會 多 一下就錄到旁邊了 好 速度就變快了 好 好 所以 那還有另外一個選項就是 這個 好 這兩個 把它調小的話 它就不會等那麼久開始衝 那一般那種 呃 拼速度的人 當然是越快越好 好 好 所以現在是長什麼樣子 現在是 好 蠻快的 好 好 蠻快的 不過還有最後一個 我其實不是這樣用的 我的那個 dust-delay 都是用0 0的話就跟剛才那個standard zero的 的 那個 soft drop 很像 就是說 你按 你按住它開始跑的時候就會馬上跑到底 好 我按住它就 突然就馬上 馬上這個 瞬步嗎 還是什麼 就直接到底 好 直接飛到底 好 所以這個是 我的 我的 左右橫移的設定 好 好 那 我看 就這樣好了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 大致的設定就這樣 我沒有打算講 各個 模式裡面本身 還有很多設定 那個 如果我以後有機會再介紹各個不同模式的話 我再來講 這樣子 那 最後一個 呃 我想要 講的設定呢 是 聲音 聲音的話你要直接到它的 Nopomino的檔案夾裡面 好 我剛才說這是 這是 Mac底下 不過你如果是Windows 還是Linux的話 呃 基本上都會有這樣 一樣的東西啦 那 裡面 像是replay檔案夾在這裡 重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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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要說的是聲音嘛 聲音在 在哪裡啊 在resource 好 所以聲音的話是 呃 是你要直接來改這個 聲音檔 這裡 SE sound effect 就是所有 遊戲裡面會出現的聲音都在這裡 好 Wave檔 所以你如果要換什麼聲音的話 你就把它那個 聲音編輯好 然後 改一樣的名字丟進來就好了 所以一般的話你就是會要這個 備份嘛 好 好我先備份一份好了 那 像是說 它的combo 12345678 聲音通通可以調 呃 還有什麼 B2B的聲音 死掉的聲音 方塊丟下的聲音 好 遊戲結束的聲音 還有每一個方塊出現的時候的聲音 它這很好玩 每一個方塊出現的時候都會有breed 就什麼不一樣的聲音 好你這個也可以調 好這些聲音都可以調 呃 soft drop的聲音 好太短了聽不到 T-spin的聲音 TST的 Baa 這T-spin的聲音 所以 欸 你如果要 像 像我的話 有些人 可能有注意到我以前的影片裡面 我是自己 自己 錄自己的 自己在講T-spin 這樣子聽了自己爽 呃 那你也可以說 啊 這聲音太討厭了 我要把它換掉 你可以 做一個類似那種 空白檔之類的 或是 好你覺得這個 Cut的聲音你很喜歡 你要把 像是 欸 欸 這 erase 是 像這種 我都受不了 我要把它 通通 改掉的話 我可以說 我要把它改成 我可以改成空白檔 就沒有聲音 好 或是 改成move 好了 那 我可以 這個 這個 我可以把 1 2 3 4 通通 通通 改掉 好 所以這樣我消行的時候 它就會 通通會播這個聲音 好 所以希望這個 今天的 今天的 今天的水壇 是有解釋到 足夠的 應該有足夠的資訊了 好 那希望大家 多試試了 Nocomino Nocomino 現在是7.5 那個 版本 8是已經 說要出 要出 不知道說了 多久了 所以 大家也沒有說很期待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出來 不過我覺得 Nocomino實在是 最適合 練習 做各種 各種單機練習的 俄羅斯方塊遊戲 好 那希望我們以後 有機會再來介紹 它的 各種 不同的模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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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